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在所有的选举里面 女性同胞的选民几乎站在整体的选民二分之一 但是女性同胞的整个的福祉 是不是真的每一次在选战里面受到重视 那么在今年年底的这一次大选里面 我们的妇女同胞如何能够表现他们的重要性 妇女同胞是不是真的能够当家做主 投出自己心目中的人选 该怎么样来投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话题为您请到四位女性来宾 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中央大学教授何春瑞何教授 那么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新党的立法委员谢其大谢委员 那么继续是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吕秀莲 吕委员 那么在我最旁边这一位呢 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洪东贵洪委员 那么洪委员您最后介绍 我就最先开始请教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政党来讲 您觉得哪一个政党对女性同胞的福祉是真正的关怀言行一致 而不是像这个政见里面所提出来的虚晃一照 我想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呢是执政党 而且呢我们今天可以不论是从宪法或者是执政党施政 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出来呢 中国国民党当然是要照顾人口一半的妇女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今天非常公平的来看的话 那么照顾妇女 我想应该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只是说也许因为时代的改变 那么照顾的方式在过去的时代背景之下 跟现在的时空之下呢 那么是不是能够满足于每一位或者每一个族群 包括妇女团体在内的想法 这是应该要加以调整的 那么当然了民进党也才成立很短的时间 新党也刚刚成立 除此之外呢 另外的其他七十几个政党 那么我想每一位他们在代表各该政党而出来参选的时候 也都蛮希望他们的政见里头能够照顾到的二分之一的人口 所以呢我相信其实大家都是蛮重视 而且蛮希望能够在选举的时候获得选民的支持 不过呢我也要特别的说明 就是说我们在照顾呢这个二分之一人口的一个福祉的时候 那我想如果能够提供给一个安定的环境 基本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方向 是可不可以继续请教这个旅行联理委员 民进党在这个争取女性同胞的这个福祉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想洪委员比较客气了 我严格的批判任何一个政党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也没几个政党真正做好这个妇女福利政策 那么选举的时候这个是很多的支票都在开 都是骗选票 那么口惠实不至 那么我想这个有几个原因 这就和政党都一样吗 差不多大同小异 但是我比几个同时我在批判政党的同时 我想我们选民女性选民要彻底的检讨 因为人家瞧不起你 因为女性选民即使我们在量占了二分之一 可是在值方面我们引不起人家重视 所以有时候讲也是火盖 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反省的机会 做一个好的选民把这个选票力量集中 是 谢谢大家委员 像刚才这个吕委员所提的 这个可能很多人还非常的惊讶 听到这个吕委员所提的 到目前为止 什么对女性同胞的很多这个证件 实际上跟这个知情 可能到最后都是两回事情 您个人的观察是怎么样 新党又有什么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的 我这一点也必须说 在执政党 现在的执政党 国民党的执政下 确实 包括我在立法院我们看到的 我们有关附幼的保护 安全的措施是真的是不够的 其实在这方面 要带加强了非常的多 不过我可以这样讲 我也必须说我们新党事实上 在我们短短的虽然成立只有一年 可是第一个有关男女平权的 这样一个视线案是我们新党提出来的 现在在前几天 我也和赵委员共同提出来了 有关这个法条应该怎么修正 就是有关父母子女之间 要怎么样以父母 以男女平等的精神 和子女利益的精神 这样来修正的民法亲属篇 第一个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法条 是我们提出来的 同时这一次在赵委员的整个提出来的 整个施政计划里面 他未来施政计划里面 对于妇幼的方面的 儿童保护方面的 托儿方面的 还有有关怎么样亲情照顾 这方面的我觉得他提出了非常多的政界 所以我认为是说 我们新党有心这样做 如果我们新党执政的话 我们会往父右方面去努力 因为这才是国家的根 我要补充一下 你刚刚一个是个人的提案 一个是赵委员的政见 我的观察是选举前跟选举后一次 那新党可能还太年轻 有待观察 是我们会尽力 刚才这个吕修仁女委员所提 这点可不请教何春瑋何教授 就是说女性同胞有将近 二分之一的这个选票 居然有这么多的这种福利福祉 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瞧不起我们女性同胞 这一点您可不可以来分析一下 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女性写明 正在看这个节目 因为大部分家庭里面 遥控器都操纵在老公手上的 所以很多女性现在可能 原来要看连续剧 或者要看自己想看的 综艺节目电影节目 结果没得看头 因为遥控器被老公掌握 老公要看这个大选的节目 如果你们家里是这个状况的话 鼓励这些女性选民 现在赶快过来听一下 这一节的讨论 其实我对 我以为说可以拒绝收看 要听要听 因为妇女如果要变天 就在今天晚上 从今天晚上开始 我是觉得 如果照刚才吕修仁讲的 三党的政见 以及三党过去的 可见到的长长短短的政绩 事实上对于妇女选民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那么妇女就应该想一想 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它 来改善我们的地位 我有两个很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 女人去投票 而且投给女性的候选人 不管它是哪一党 一定固定投给女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 投票选民当中 一半的选票 给了女性的候选人 下一次的任何选举 没有一个党 敢掉以轻心 不理我们女人 每一个党都必须要有 妇女的政策 而且很具体 而且每一个党都会推判出 至少一半 妇女的候选人 那你说 可是省长的选举 台北市长的选举 好像高雄市长的选举 也没有女性候选人 那怎么办 我建议一件事情 好好地思考一下 比他们 比如副作的人选是女性 我做得更具体一点 就是你赶快思考一下 在你身旁 一定有很多 很超普的男人 你的丈夫 你的老公 你的朋友 你的上司 你的男长辈 各式各样的男人 都在他们说话的过程当中 想要压迫你去投给哪个人 希望你能够跟着他们投票 现在请你思考一下 他们跟你的关系什么 如果平常这个男人 就对你不太好 不尊重你 不给你生活的空间的话 请你务必投给别的人 不要投给你那一位身旁男人 他要投的那个候选人 你想想看 他平常不分担家事 他还不帮你看小孩 他凡事都要掌握的遥控器 不让你看你想看的电视节目 你投票干嘛要听他头 有些政客 在公开的地方的时候 谈公益 谈政器 谈各这样题目 可是要民主的人 在家里不施行民主 要独立的人 不让太太独立 要统一的人 不把他太太当成 跟他统一国的人 这样子的 没有民主的家庭 我们当然 女人要在这选举当中 利用投票 来改变 何教授一连提出来好几个点 02894137 我们现在正在谈女性同胞 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不是您还在看 或者是说您的整个电视主控权在哪里 告诉您的朋友 现在开始准备锁定我们的节目的号码 02894137 我们欢迎女性同胞 优先的待会打电话 我们待会可能有非常多有趣的话题 但这点我是不是先请教 洪东贵 您觉得像刚才何教授所提的 这样的女性的这种觉醒 全面性全方位的 您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想女性的觉醒基本上来说 是一种人权的一种觉醒 那么当然我是全力支持的 因为毕竟女性也是人在这点上的 所以因为性别的差异 而造成性别的歧视 所以女性只投女性的候选人 但是至于说要投给什么样的人 才是最恰当的 我觉得应该也要考虑到 候选人是不是真正的是关怀 女性的权益 固然我们在优先选择权上 如果她是个女性 又很关心女性的话 当然优先投给她 但是如果说她是个男性 也很关心 跟一个是女性 而不关心的候选人 比起来的话 我倒觉得这个时候 我想应该还是要理性一点 但是这点也可不可以请教 您怎么样去检验一个 所谓的这种关心 真正的关怀 或者是根本是胡说八道 事实上有一些女性 她是一旦成名 她是践踏女性 这种女性很危险 我们人可不要投给她 我真的要表示责低一点 所以应该 如果已经是现任的话 应该要睁大眼睛 去关怀她过去 起码不能有危害 性别平等的这种言论 跟言行 这可以观察 那么也有一些男性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现在第二个要讲说 女性如何慎用她的选票 我们过去传统的女性 在花很多时间 去买一件衣服 但是选一个候选人 是太潦草了 所以我想这一次是很重要 可是怎么样去选择 我想一个人 大概有三个属性 在投票的时候 一个是你是性别 你是男性或女性 那么第二个 你是不是属于政党 或者你虽然不属于 哪一个政党 你是不是对某一个政党 在这次选举中的特殊政见 你偏好 你喜欢 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我想政党后面 很重要的就是对国家 因为今年坦的问题 非常严肃 非常敏感 是国家认同 我想你的国家意识 要很清楚 所以在投票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当然强调 你是一个女性投票人 可能另外一方面更重要 你是一个女性民主人 所以我想最基本的民主意识 更重要 是 这里可不请教这个谢喜大 谢委员 您觉得像刚才两位都提到 如果说女性投票 在这一次完完全全 以候选人关怀 注重女性的福祉为第一要件 而可以在这种条件之下 跨党派 不分她的任何的党派 或者她这个家里的这种 特别的这种属性 您觉得是不是 这个可行的这个方式 今天请你回答 回到之前 我们稍微休息片刻 到底今天或者这一次年底的选战 女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出头 我们稍后继续欢迎 我们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告诉您的朋友 锁定我们的节目 大选大家谈 今天谈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女性在今年年底里面 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当家做主 自主性的来选择 她认定的这个候选人 我们稍后呢 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 现在先不用打电话 因为我们现在电话 都没有接上去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您待会可以准备 优先来要拨电话 告诉您的这个朋友们 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帮助您 在这一次的年底选举里面 怎么样能够走出 女性自己的一个 在过去的一个客救里面 这点是不是请教 你如果说 把她的 所有的这个党派 这个超党派的这种 这个经济全部忘掉 自选择 自己认为是好的 在那党派的立场的话 你觉得是不是赞同 我当然赞同 我认为说 女性现在一定要 自己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然后我相信 我们女性她关怀的 不是只是自己女性的权益 她在乎的是 整个社会的一个安定 国家的安定 然后还有最重要是幼儿 我现在母亲 最关心的是孩子 妇幼的安全 还有子女的教育的问题 有关她整个的社会的发展 是不是能够稳定的持续发展 我想这都是妇女 整个关心的议题 妇女关心的跟男性稍有不同 她们比较注意的是跟 比较是跟 然后是真正的软体方面的 所以我今天 我希望我们的女性 能够真正的开始关心自己 还关心幼儿 同时再提出来 您要投票的时候 您千万要注意到 真正是谁是 只是说出口头说 谁是曾经有过政绩 她的表现是如何 我想这一点比较重要 人是不会变的 是 这点可以不请到何教授 就是我们刚才几位都认为 在这一次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 但是也有人说 时间已经太迟了 跟大家无从选择起 所有候选人 是不是男性女性 都已经摆在上面了 这次是不是太迟了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不会 绝对不会太迟 我刚刚已经讲过说 当我们把所有的票 女人的票 通投给女人的时候 虽然说 可能有一些女性候选人 我们不太清楚 她状况如何 但是事实上的话 由于我们把票 投给女性候选人 我们就可以把女性的议题 给抬出来 展现女人投票的实力 我认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绝对要跨党派 投给女人 在这里把女性的议题提出来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觉得 李伟尔银行 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 一开头她是说 就各党过去的政绩来看的话 大概都对妇女议题 不是太重视的 不太关怀的 可是现在又要求我们说 要仔细去挑选候选人 还有一些文宣告诉我们说 我们挑选候选人 就好像挑选夫婿一样的 要很仔细 照我这样子讲的话 如果是 李伟尔刚刚讲的是真的 各党的政见 各党过去的历史 表现起来对妇女的议题 事实上不太够重视的话 那我就会说 这次的选举 让我们每一个女性的选民 用我们的选票来展现 我们对我们家庭关系的不满 当这个男人 她在家里看她的电视的时候 掌控遥控器 她到办公室的时候 她看遍所有的大报 回家却不愿意 定一份报让她老婆看 因为她说 我报纸都看过了 这样子一个不平等的 对待的态度的时候 这个太太 应该进入投票间去 绝对不要投给 她老公支持的那个候选人 她老公支持的候选人 她绝对很清楚 因为老公每天在家里 东说说西说说 男朋友也好 爸爸也好 男性气也好 都会不断地宣传 你就指定了对象 你这样谈的会不会变成一个家庭 基本上一个家庭 我先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主持人今天 这个题目选择的很好 是谈女人如何出头天 或者是女性如何当家作主 我个人觉得说 女性要当家作主 绝对不是只有在选举的时候 或者选票的时候 只是在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上 是不够的 基本上来说 它应该是全盘的 或者是多样化 或者全面的 包括什么呢 包括社会地位 文化地位 经济地位 或者说你可以说 这是一个社会的能力 文化的能力 跟经济的能力 当你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当你全部都能够 这样子来同步进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就不会 产生说家里的遥控器 摆在谁的手上 或者一定要计较 谁来分担不分担家务 因此我个人觉得说 在这个议题上 我们真的要看 到底这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 或者说从在台湾以来 到底我们这几方面 进步了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有进步的 所以妇女关怀的面临 绝对不是只有妇佑 妇佑是个重点 但是如果说 今天一个妇女 她能够关怀的程度 或者层面 更深更广的话 我相信这个才是 真正的妇女出头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妇女她就会很客观地来评估 什么样的一个议题 是哪一个党很关心 什么样的议题 是哪一个候选人很关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包括国家的认同 国家未来整个的一个发展 包括社会整体的一个进步 她都考量在内的时候 我想这个时候的投票 才是正确的 您刚才谈到一个评估 第一个 那妇女同胞 是不是有这个兴趣 要去做个评估 第二个 她是不是在这个长期以来 已经缺乏了这个评估的 最后的这个 这个评估的很重要的 一个能力的 这点可不可以请教 我首先回应这个 何教授讲的 我一点都没有矛盾 因为我已经观察 到目前为止 政党都没有实现 它对妇女的落缘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 从候选人里面 仔细一个一个去选择 一点都没有矛盾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 就是说 选择没有用 我知道何教授 他是非常重视女权 所以他把很多的问题 都化约在女权为中心 在思考 那不要忘掉 这次的选举 不只是关心女人 男人的问题 这些可以关心 我们国家的去从 如果你这样太矮话的话 我不反对 有些人他的政治意识觉醒 只是在性别意识的话 那么你就集中选票 给你的性别 我也赞成 有些人他的政治觉醒意识 已经高到更高的层次的话 我们当然要提升它 所以你用这个做暴露 有点太危险 这次选举太影响到 两岸的关系 影响到国家的走向 投票的行为本来就是自主 投票的行为本来就是自主 为什么这是暴露呢 如果纯粹是四议员选举 可以这样 这是400年来 唯一第一次的台湾省长 以及北高两市 长期以来第一次选举 这个意义你太矮话了 不管是400年 你会四议员可以这样讲 不管是400年 或者5000年 这是女人翻身的机会 女人只不过在投票间里面 用她们的选票 反映她们对家庭生活的反应 你讲的是政治意识 还没有提醒 如果政治意识解决女性 她不会说遥控器 没有从事 你讲的是另外一个 我没有搞定 这里也不提到 谢谢大学委员 您觉得如果完全把焦点 锁定在女性权益 或者像委员所提的 应该完完全全 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 我先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 我必须确实的说 这么多年来 我们妇幼 确实妇幼的意义 是没有被重视的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女性先要求 她妇幼的权力被重视 从这里先来做要求 是合理的 所以如果现在 我们不管是省长 市长的候选人 她如果真的能落实妇幼 能够真的落实教育 能够真正落实 整个社会上的一个安定来说 我们要投她 这是支持的 那何教授刚刚有一点 我倒是觉得 可能稍微有点消极 她的意思说 我们所有的女性同胞 如果说你先生支持谁 你就不支持她 我觉得这个又有点 变成女性好像 又被男性控制 反对 我建议说 女性现在请大家走出来 听政界 听政界 然后你看 所有的这候选人里面 你觉得 谁从她以前的施政 从她以前的在 就是曾经这些人 都是曾经都被选举过 曾经都有过在 不管是台面上 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政务官都做过的 谁的施政最好 你觉得该投她 就投她 那不过这点 当然我要替我们新党 做个宣传 曾经有一个台北市的 国民党的一个市议员的 有一个市议员 他做过一次民意调查 他发现女性心目中 普遍倾向的 他认为市场 最理想的候选人 居然是第一是赵绍康 第二是王建轩 然后再是马英九 和陈水扁 你提到这个数字 有很多的背景 两位都可以来办 我是让我们今天 这次谈问题 不要再做政党的宣传 好 OK 可以 反正大家不会讲真话 是 但是我也觉得说 目前我们来评估 这个省长 或者说市长的候选人的话 我也觉得 也要蛮负责的替 我们国民党的几个候选人 到底他们在这个 有关妇女方面的问题 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 一个过去的政将 第一个呢 这三位都是已经在任者 第二个呢 我想他们这次 在竞选当中 不仅仅是以过去的政绩 而且包括未来怎么样做 我个人看过他们的一个 发表的言论跟具体的做法 我觉得今天他们所照顾到 妇女的层次是蛮复杂的 我讲的复杂就是说 有提升妇女的问证能力的 但是呢 也有照顾到 弱势妇女的一个问题的 比如说设立这个 妇女的福利中心啊 或者是庇护之家 或者照顾厨妓啊 等等这一方面的问题 绝对是你去看看 台北市市政府 特别是社会局 他所做的 所具体做的 包括高雄 包括省政府 包括事实上 你今天说中国国民党 是执政的 你去看看连院长的 市政报告 包括李总统 自己本身所提出来 我想在这一方面的 的确我们不能抹杀 国民党在这一方面 别忘了 别忘了 如果要讲政党的话 国民党已经执政这么久 拥有全国的资源 经过长期的努力 只有这一点成绩 不好多讲 因为我都很坦白 对我自己的弊党 我都不表示恭维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 做一个真正的 女性主义者 我们今天谈护女问题 应该不要有这个包 我这里可不可以再回答 这个何春月何教授 就像刚才谈的 您把这个所有的焦点 都集中在女性 女权在这一次 能够出头天 但是像刚才 几位提的 就是说 这个必须要考虑 更整体面 是不是走过头了 这点可不可以谈一谈 我每一次谈论 所谓的比较整体面的问题的时候 就谈了一些很高层次的 比如说什么国家认同 什么很大的这种问题 可是事实上 我们只要想一个女人 她的处境 她在家里面被丈夫打 她在家里面 没有自主的权利 她在家里面 要做所有的家事 在家里面的时候 卧室里面 居然夫妻强暴 还不成立 丈夫要用她的身体 就用了 这样子的 二等公民的生活 她外出到公共场所的时候 有非常脏 非常小 非常乱 非常不合用的厕所 等着她 这样子的二等公民的地位 然后我们奢谈说 来吧 国家认同 这个问题解决以后 你们可以做尊贵的世界公民 女人凭什么要相信 这样的证件 这样子开得远期支票 什么时候 政客们提出 非常具体的证件 改善女人的生活环境 我们就相信 比方说到目前为止 大家谈的是 妇幼的问题啦 或者比较软性的问题 我倒想问问看 有哪一位候选人 敢在她的证件里面承诺 只要有丈夫打妻子 马上把丈夫拘禁 起来24小时 这是刑政命令 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省市长都可以 在警察局的层次上 做到这样的事情 妇女们面对的 中日的这种暴律 没有人去管 他们怎么会去管 国家认同啊 谁敢这样子 法律没有规定 谁敢可以随便拘禁人家 改法呀 我们现在就是再度的 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02 894 137 在下一个段落里面 尤其是我们欢迎 所有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可以准备打电话 加入我们的讨论 但是我想接下来提一个问题 要请教这个几位 非常关系的很多妇女同胞 在这次选票里面 她想怎么样来做决定 那么长期以来 是不是很多妇女同胞 受到她的先生 或者受到她的甚至于子女 包括可能的这个长辈 要求建议甚至于是命令 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自主权 真正的能够独立起来 我们稍后请教这个四位 稍微休息片刻 同时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准备开始打我们的电话 零二八九四一三七 现在还不要打 零二八九菱 零二八公里 零二八金 零二八九 零二八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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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大选里面变成当家座主能够出头 我们继续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稍后准备开始要打我们的电话 02894137 现在还用不着播 因为我们电话现在还没有接上 我们到时候是一起播一起接的 那么是不是可以请教吕秀莲 吕伟委员 告诉我们很多的女性的选民 很多包括男性选民 先生的影响 长辈的这种影响 怎么样能够完完全全断隔 是不是可能 首先我想女性之所以在政治领域不受重视 是因为传统教我们女性 变成一个政治的残障同胞 有眼睛 然后不看这个天桥大师的政治新闻 那么有耳朵拒绝去听政见 有嘴巴对问到国家大事 没有表达的意见能力 所以长期累积下来让人家瞧不起 那么我们这个了解到民主政治 你的一票票票等值的话 我认为天生平等是骗人的 选举的时候这张票是绝对平等 所以女性如果不懂得利用你这个事 瞬间来行使你的平等权的话 那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第一件事女性要善于利用 而且这一票不但要智慧的投票 而且要负责任的投票 因为一次选举有它的意义 所以投一张票 我是觉得性别意识当然要考量 但是更重要的这个社会意识 政治意识同样要考量 这样的话做一个最负责任最智慧的选择 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时间有几件事可以补强 我希望大家要争取机会去听证件 有时候我也希望候选人不要把所有的证件 都在晚上举行 因为对很多有加小的妇女很不方便 一定要在下午的时候颁几仓给他们 那么另外我还郑重要求特别认为 这次三党在省市长的选举里面 都没有提出女性的候选人大表不满 那么目前是民进党副省长名单是已经亮相了 那么其他的还是没有亮相 那更不用讲这个国民党跟新党 那个副作的人选都没有出来 所以我觉得建议今天我们四个人 集体的勒索各党摆出的名单里面 这是您提出来 我马上就这一点先请教这几位 洪卫您觉得是不是所有的县市省长 他们的副手应该是有女性的 如果还没有推出来 对 其实我们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有谈到说这个搭配竞选的 最好是性别上能够平衡 换句话说如果你省长提的是男生的话 我也觉得说副省长应该是女的 当然如果你提的是女生的话 我也不反对的是男的 不过目前因为本党都是三个都是男性 我真的是蛮希望 而且也在这边也能够让选民能够了解 那么将来国民党的这个题的副省长 或者副市长也要是女性 所以省市长的话您的看法 是 我当然支持 我觉得事实上必须要有一个市长 副市长分别是两性不同的来分担的话 他们照顾的层面会不一样 想的会不一样 结合起来就是最完美的 未必女性是副作 但是这一次真来不及了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 我们这个是大家是全体都是一致的 我相信在现场的所有女性也是希望 我们现在既然所有的省长 副省省长和市长 提名的三党都是男性的话 那我们的副作 最起码现在先该给我们女性 我们女性做得好 那下一次当然就该女性来当市长 何教授对这个看法 我不反对多女性候选人 事实上我请女性选民投票给女性候选人 就是希望压迫每一个党 以后必须要正视女人的这个位置 事实上我觉得刚才你在这个广告以前 描述的女人的处境 让我觉得很苦 因为好像他们处处受到家里面的一些男人 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投票 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 说我们要怎么样脱离他们的影响 正是你要问这个问题就显示出来 我们的家庭事实上是我们周围最独裁的机构 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连投票支持谁都还要受到别人的影响 受到别人的压迫 平常的话我们在日常的民主活动里面的话 我还有点表达自我意见的意识 可是到了家里面的时候 发觉那个发言全都没有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当然就是最大的国家大事 最大的国家大事 对我们女人来讲搞不好 不是那很抽象层次的大议题 不是很高的 而是那些议题要被放到最下面 比方说大家要谈治安 家庭里面是治安最大的死角 因为女人在里面挨打还不能叫 女人在里面挨打 警察来来来说你家的事不管你 所以这是治安最大的死角 但是我们思考治安问题的时候 从来不考虑女人被打这件事情 洪委员你可以不要谈谈我们刚刚谈议 很多观众可能在讲 怎么能够是不是可以做出自己独立的一个 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呼吁我们的全体选民 特别是妇女同胞 的确在民主政治里面最珍贵的是这张的选票 而且票票等值 这也是我们宪法所规定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次可以表达你的意志 跟你的选择的选举 那么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出来的投票是第一点 第二个怎么样才能够选对了人或者选对了党 那么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各种资讯 现在不论是电视上或者是报纸上 甚至于证件说明会上 其实你都不应该缺席 你千万不要自己换上政治冷漠症 总认为政治是男人的事情 我想这个观念跟心态上 你如果不调整的话 你就仍然会被控制在某些人 特别是你家里的男人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投票你去投了 结果投得更糟糕 因此你一定要真的是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理性的判断 来投出一个最好的候选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觉得你不妨多关心 多讨论多比较 另外刚才谈到法的问题 我也觉得说 其实你平常就应该多关心 在立法院里头所审查的法案当中 比如说有关民法亲属篇的一个修正 有关妇女福利法 或者是良心工作平等法 或者性侵害防治法 到底他们目前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情况 在一个民族的时代 其实也是法治 如果这些法没有定义下来的话 事实上你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 可能造成另外一个不当的行为 这点是要考虑的 028941371 我们现在开始 欢迎观众朋友 您可以打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就欢迎这些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您今天晚上是不是对这个话题特别有兴趣 表达您的看法 或者是您想请教 我们在现场有四位来宾 都是女性来宾有任何的这种见解方式 都欢迎您开始打电话 02894137 刚才这个 李秀兰李委员所提到一个政治残障的这种同胞 尤其是等于是针对女性的选民 这一点您是不是同意 这个确实是这种情况 怎么样来改正 是的 在一般的证件发表会上面 女性去听的不到五分之一 平常我们投票的话 我想在场的所有的女性 大家去思考判断一下 您有没有是因为去听证件 或者是看了她的文宣 然后再去选择 或者去观察她以前以往的表现 我想很多可能都是先生怎么说 孩子怎么说 而自己很少就 或者钞票怎么说 我比较不愿意这样去五面红的女性 不过这是事实 这是在相比较 以前是有这样的状况 我现在是要改了 我现在一直呼吁说 好你拿那个会选的钱拿来 你拿来 甚至我说捐出去 给一个你支持的人 绝对不要接受她的钞票 绝对不要因为说夫妻丈夫怎么说 而自己 自己说实在 有眼睛你自己看 有耳朵自己听 有头脑自己判断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说 女人为什么不太喜欢 去进证件发表会 不像喜欢看这些文宣 因为那些人讲的 都是男人关心的事情 只有喜欢传男中接男带 喜欢要固定的名字的人 才会一天到晚 提升层次去谈国家认同 而不谈女人最切身的问题 在证件发表当中 没有去谈怎么样解决 妇女最切身面对到的这些事情 还有一些证件 比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中立市最近推行一个政策 今年才刚刚开始的 投胎的生育的妇女的话 可以得到五千块钱的补偿 就要给她补一点身体 照顾 美其名说是照顾母亲和婴儿 可是在这个方法里面 却又设定另外一条 就是她必须要在婚姻的状态当中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照顾母和婴的话 你应该是对所有的投胎的妇女 都提出同样的保障 为什么一定要在婚姻制度之内 很多观念上的这种问题 这样的话这种做法 事实上是要巩固一个婚姻制度 让女人不得不留在一个 她已经不能忍受的关系里 何教授讲的话 有点机身段或者诞生机 男性候选人不谈女性问题 因为听众都是男性 假如说我们很多的女性 大量去听演讲的时候 乖乖她非改不可 所以很难讲 我们这些如果女生就要投票 甚至于很多的都是女性的选民 去听演讲 会不会那种紧张的这种气息 那种暴力都会改善 会不会改善 现在因为 譬如说从两年前 我民进党建议要有一个 自信女将联盟以后 每次的活动 我们都有一个妇女助选团 有一个女性之夜 那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很多男性听了说 我觉得比男生的话好听多了 那我带这个头以后 那大家都觉得有这个好处 所以我觉得女性从明天开始 踊跃不去看电影 不做什么家事不要做了 去听证件 那么到处都是女性出现 保证政党马上推出女性的 对 我赞成 我们现在开始接我们观众朋友的电话 02894137 今天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们锁定女性选民在这一次里面 能不能够当家做主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的话题 从我们大选大家谈到目前为止 今天是唯一全面性的四位来宾 都是女性 也是今天 过去很少都偶尔只有一两位 这是没办法 我们也要提出抗议 感谢感谢 我刚才自己坦诚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同胞 02894137 第一位果然是嘉义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林小姐 你们好 请说 我现在请何副教授 我对于他刚才讲说叫我们女性 都全部投给女性候选人 这一点我非常反对 我们又不是没有思想没有智慧 还有我要请问他 他家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在按那个电摇控器 都是刚刚先生在按的吗 那个何教授没有全力按吗 是 林小姐你先不要挂电话 那还有你 我要告诉何教授 我们嘉义线的女性都是投什么 你知道都是投国民党的买票的人 是 林小姐你先不要挂电话 林小姐你先不要挂电话 何教授请回答 请说 如果说女性的选民 心中已经有他自己喜欢的选民 那根本不用听我讲的话 问题就是有一些女性选民 可能位于平日 受到一些周围的男性的压迫 他们还没有办法选择 然后就盲目的去投了 那我现在就是说 与其我们盲目的去投或者 为了讨好某人头 我们不如讨好我们自己一下 女性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传达一个讯息 而且我们 我今天讲了这个话以后 希望女人告诉女人 我们以后在投票间里要展示 我们对于家庭关系的不满 我们要来显示 谁对我好 我就支持她所支持候选人 但谁对我不好 我绝对投给跟她对面的那个候选人 我们唯有把这个话放出去 才能够让男人好好地想一想说 对 我如果要影响我周围这些女人投票的话 我得对她们好一点 这种放话的行动 绝对是女人要先做 到了投票间谁投谁 那是你的事 我绝对不影响 至于遥控器的话 我们家有好多个 所以可以到时候 这三位对何教授 有没有任何的这个话题 没有的话 但于今天晚上不要有更多的家庭暴力 我是觉得这个改善两性的关系 基本上还是应该在隐性 但是还是应该以温情这样来方式 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说巩固婚姻关系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们别忘了当时代变迁的时候 有很多的担心家人是需要照顾 这两者并不冲突 因此就等于我说了说 你投票的时候投给女性 我觉得非常的赞成 是因为有越多的女性从政 越能够凸显女性的议题 因为女性真的是关心女性的问题 但是在比较之后 如果有某一个男性 他真的是也很支持女性议题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并不见得 就是说非完全一致地去投给女性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谢谢巩围 我想刚刚何教授 其实他是站在一个 为女性说话的一个立场 所以刚刚那个嘉义林小姐 可能她反而变得 有点曲解了这个意思 不过以今天来说 这一次提名的省长 能够让我们投票的全是男性 说实在话 我们还真是无从 如果不投票就没有人投了 所以这一次希望大家选择的时候 要以这几个 这几个男性的候选人里面 谁曾经关心过女性 谁她的形象和她的以前的作为 让你觉得放心 你先支持她 然后当然以后我们的投票来说 如果同样的有女性的候选人的情况下 例如立法委员的话 当然我们要选择下 是不是女性会关心女性 还有希望以后 大家也都能够说观察说 谁是真正从她的施政里面 是关心女性的 然后尽量集中选择她 这样子会使得将来 女性是被重视的 看未来还要看过去 合假一起看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继续听一下 这个怪充目的男投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有话直说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你好 请说 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笑 我是觉得说今天晚上舍定 这个我说待遇好吗 先说 我们收拾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一人一说 这个黄先生女性要抬头败 为什么呢 我讲一句话 教授你好 你可不要太交往过正好吗 我们谢委员谢吉他 这个表现得很不错 这个洪东贵讲得也很好 他最稳重的我还是觉得是 这个吕秀莲 所以锁定这个答案 我表示说可能海藻 好谢谢 什么海藻 没说淘汰啊 你说这个问题 你这个地步啊 是好 这个地方是否会去淘汰啊 谢谢黄先生 这里给我们请这个李委员 因为这是几千年文化的束缚结果 我们今天一步一步拒绝做政治残障人 需要一段时间来努力 不过总是不会太迟的 这一次选举就可以展现了 像刚才这个黄先生所提的 恐怕根本太早 您的看法何教授 没关系 黄先生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们女人在投票圈里面去 向黄先生表明我们自己的意愿是什么 林小小姐 黄先生刚才已经有两位观众朋友 我们继续欢迎下面的一位观众朋友 是彰化的一位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陈小姐 陈小姐请说 你好 你好 刚刚那个何教授 他所说的那个做法 有点不负责任 我不大赞成 还有那个女性 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 那个老了以后 生活费用成问题 是 所以我们支持 那个发放老人年金的 那个民进党 陈定兰 好的 谢谢陈小姐 我们今天也特别不谈这个任何候选人 非常谢谢陈小姐您来电话 那我们希望不再谈候选人 三位也都一样了 可是生活很困难的单身女性 谁又发钱呢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讲 我想尤其谈只是发老人敬老津贴的话 不如我们来研究一套 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照顾老年人的生活 不论性别 不论已婚未婚 不论他有没有小孩 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 国民年金这个制度的建立 所以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是 我们继续请到下面一位观众朋友 高雄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王小姐 请说 我姓王 我高雄 是 思维委员 你们好 今天能够说谈了女人吃头天 我真的是蛮高兴的 那我个人很认同 你们这四位女性代表面 那我有些事情 想请问那个洪委员跟谢委员 是 我觉得现在 现在现今的女性 也都蛮满有自主能力的 我也是很关心政治的 可是我觉得新党跟国民党 在那时候真的使人太恐怖了 不敢信赖他们 你说你的感觉的问题 对新党会说为什么 为什么 是 因为你人要吃头天 台湾也要吃头天 是 好的 王小姐 您这个 两位要回答是吧 两位回答之前 我们稍微休息片刻 02-894-137 我们继续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 稍微休息片刻立刻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收看联合报系TVBS大选 大家谈刚才连续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尤其女性的朋友都在打电话 继续跟您报个电话 02894137 刚才王小姐提出两个问题 高雄王小姐你提到说 女性要出头天 所以是不是台湾要出头天 基本上我是非常支持你的观点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 今天中共国民党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党 就像一个家 我们的家长也要很负责任一样 覆巢之下无完卵 家也要安定跟和谐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如果今天你主张台湾 而反而带来台湾 立即即刻的危险的话 这样的论调是不负责任的 因此我赞成台湾要进步 但是千万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的认同应该是中华民国 谢谢协委 我想刚刚我们在讨论的中间 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共识 今天我明明带了我很多新党 我们的候选人的很女性的政见 我们都撇弃不谈 因为我们今天集中在谈 我们女性怎么样争取 我们自己的那个自主的能力 怎么样让我们女性的权益 在选举之中被肯定 我们三党已经撇弃了 挺弃了原来的一个政党之间的一些 好像互相的攻击竞争 那么我也希望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很难得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尽量争取我们女性 甚至我们现在三党都有个共识 我们要争取我们的副省长 副市长是女性 这样大家可以照顾女性 如果在这个时候 大家再开始扯那些比较 就是说什么攻击这个党 攻击那个党 或者刚刚有一个男性 那个打来的电话 语气上面 所有不是很尊重的态度 我都希望最好 今天不要出现 多听一点这个我们观众的意见 02894137 下面是台北的一位詹小姐 詹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詹小姐 喂 詹小姐你好 喂主持人你好 请说 四位小姐你好 我首先声明一下 我是超越党派的一个女性候选人 女性选民 任何党派的那个候选人 在那个发表证件 我都有播出时间去 很好 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对那个何教授 谢委员李委员都很肯定 他今天所有的表现都很好 只有洪委员我想请问你一下 今天因为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谈女性出头天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好像是 那个立场不大公平 怎么讲 因为那个好像说 老师一直在拍贵堂 那个贵堂那个大佬的马屁 怎么讲 让我一个那个女性选民 觉得很不服气 因为你老师三级不离本行 你贵党怎么样贵党怎么样 这真的可以请洪委员回答 这真的请洪委员来回答一下 谢谢你 我刚才呢 我想这个朋友打电话来非常的好 我想基本上来说 我是认为说 我们今天女性呢 要用非常理性的智慧的 在民主的时候呢 神圣的使用这个神圣的选票 而我们在投的时候呢 要关心到哪一个政党 它是不是能够带来安定 我们要关心哪个候选人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各方面呢 不是只限于女性议题上而已 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投下选票 我希望呢 如果您再回想我刚才所讲的 我也很希望呢 你能够啊 这个再继续给这个鼓励跟批评 但是呢 我想我刚才我有自己所说的话负责 这是非常这个公正的 是 立委 跟洪委员无关 我想起一个亲身的例子 在立法院我不断提一个案子 希望行政院拨一亿元 因为有一千万的妇女同胞 每个人应该政府为她投保 十块钱的安全 所以我一直提议 妇女人身安全基金一亿元 那么结果我在立法院联署的时候 每一个男士看到我都说 吕大姐提到这个案 谁敢反对 一直到一位女委员的身上 她说对不起 我是党边 我是党内很重要的人 我奉利用不可以夸党签你的票 所以我举这个活生的例子 认为说 为什么我一直不认为 全部要麻木投给女性 因为他有时候认为 党的利益高于这个女性的钱 是 我们继续听一下 观众朋友的意见 02894137 接下来还是一位高雄的方小姐 方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方小姐 你好 请说 我姓方 那我先感谢这个节目 那我在的立场是 支持何教授的立场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 那么常常看到很多妇女 被她先生打了 来医院写假诊 那我觉得这些女性实在是相当可怜 她每天都被人家打仗很不好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人连续来写六次的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跟她讲 有时候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怜 然后民进党的那个角色又常常是 好像给我们的观念是 她是暴力的 那我们想说 想请那个李委员来说 他们如何来走出这种 给人家暴力的形象 这点是不是您针对两位 一位这个李委员 一位这个何教授 何教授 我刚刚之所以提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有很多人反应就是说 怎么可以用这种暴富的方式投票 或者是不是会造成家庭革命 会不会像李委员讲的 今天晚上还会有一些家庭暴力 如果这一些后果产生出来 那么各位女性选民就要真正地看清楚 我们家庭里面的真相 因为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是不重人权的 其实不重民主 不尊重女人的 所以这种条件之下 如果说在家里面 这个男人本来就对女人很好 很尊重他 给他空间发展 他担心什么 这个女人爱他他还来不及 当然一定会投票 他会照他的意思投票 但问题是说 现在这个男人对他不好 然后女人说 我要照我的意思投票 男人说好 我还动拳头 我还暴力相向 这种面目就在这个时候看得出来 因此女人当然绝对要使用他的选票 来表达他的意愿 好 两个问题 民进党是不是暴力政党 请你们看我一下 我像暴力犯吗 但是15年前 国民党政府 以暴力判断罪判我 因为我在高雄事情的时候讲了 说台湾人爱怕病 写成国语 勉强被写成打人拼命 可是今天所有的人都在喊怕病怕病 我的暴力形象是这样被造成的 你可以想象 一个民进党本身 他非常笼统的概念 请有智慧的女性同胞 要重新审视一切的问题 第二个 我非常关心女性的很多问题 我特别提出 经过一点努力 这次终于 内政部长亲口在总资讯的时候 答应我 说明年度的预算 照我的要拨一亿元出来 做妇女人身安全基金 我正要监督这一亿元怎么划 下个礼拜要动员妇女团队去拜访 是 邱文医院还有话说 我想一般来说 我们在立法医院里面 大家确实说 女性的大部分的立委 都是在替自己 都在替女性争权益 像这一部分 不管我想 我自己的部分 不好意思在这边 特别怎么说 我想有关男女平权的 次线的 有关立法方面的 有关亲主编的修正方面 都是由我们在次上推动 所以女性的权益 事实上女性 大部分是会照顾到女性权益 这是事实 我们继续欢迎 更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 表达您的看法 02894137 到底女性的选民 在这一次里面 是不是真的能够当家做主了 台北的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 郑小姐请说 郑小姐 喂 是请说 李先生你好 四位小姐大家好 我姓邓 很高兴能够听到 就是说难得在这个节目里面 听到四位小姐 有共同一致的看法 因为毕竟在这一选举以来 我们一直感受到的都是 非常对立的一种政界 然后在这个议题上面 当然有共同看法 我觉得蛮难得的 那是就我的立场 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那个议题 就是说 是不是对这个女性选民 出头天的时候是不是到了 那我个人是认为 可能刚刚大家谈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说 那个 没关系慢慢来 我关小生对不起 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在家里头 就是说 我们刚刚谈的那个话题 就是说 是不是什么电视 什么 遥控器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些 在我所认知的一些周围的 已经不存在这些问题 那何况 就是说就政治来讲 去政见 各方面 我是都有去听 然后呢 我对 我在意的就是说 出来的人 就是说 既然谈的主题 是女性选民 出头天的话 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选择 候选人的时候呢 也不牵涉性别 完全是根据他的政见 这是我所认知的一个看法 好的 谢谢郑小姐 表达您的看法 台北的徐小姐 徐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徐小姐 徐小姐请说 喂 你好 李先生你好 请说 我个人是蛮赞同 那个何教授 他讲的 因为虽然 我不是属于那种 什么 遥控器 就是掌握在 那个先生手里的这个人 可是呢 我知道有很多女性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何教授 给女性的建议 是非常好的 就是说 完全全能够 优先投女性的候选人 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 省市长几乎是没有 所以刚刚除了 他们谈的这种 副省长 或是副市长的话 或者如果 周围的男人对你不好的话 不要投给他所支持的候选人 是 郑小姐 你还有话要说吗 郑小姐 郑小姐电话断掉了 喂 是 徐小姐 徐小姐是吧 对 你好 还有对于那个 谢委员 还有那个洪委员 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很好 他们讲得非常 非常有条 好的 有条不问 好的 非常谢谢徐小姐 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 02894137 到目前为止 各位可能很少见的 在过去我们的节目里面 大部分是男性的观众打电话 是 今天是女性的观众朋友 第一次这么压倒性的出现 就表示她比例上占得很高 可见得你没有多谈女性 我们通常有将近每一天晚上 都将近有万把人在播这个电话 但是今天可以看得出来 女性的观众朋友 变成今天的一个多数了 台北的郑小姐 郑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郑小姐 郑小姐请说 李涛先生 你好 你好 是 我想请问一下 还有那个四位小姐 大家好 我想请问那个何教授 我想你大概只认为说 我们女性朋友 只是看那个社会新闻 还有副刊 所以你才会提到很多 那种有关于这一些的问题 那我希望说 你不要把那个整个观念 因为我相信你身为一个教授 你应该多方面的接触 不应该只接触到 新闻 这个社会新闻及副刊吧 那我很赞成那个 李委员 谢委员 还有洪委员 他们的看法 就是说 女孩子啊 现在已经不是 像以前那种观念 就是说只看副刊及社会新闻 应该是说 全部的新闻都一样要看 各种各样的新闻都要看 包括选举的各项资讯 全部都应该要接触 是 针对于这点 这个何教授 没有错 有很多女性已经开始 开拓了她们 看报纸或阅读的这个范畴 可是问题是说 我们还有更多的女人 她们处在非常恶劣的状况之下 如果你有比较好的两性关系的话 你应该觉得很庆幸 另外那些没有很好的家庭关系的 这些妇女的话 我们必须要让她们有出路 那我这一次在这个选举当中 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与其去投一些 我们不太清楚的 根本不知道她是不是会实现 她的诺言 或者她的诺言 讲起来也不太好听的 也对女人事情不太关心的 与其在这里去挑选一些 我们实在不太喜欢候选人 还不如把握这次机会 放出话来告诉这些男人说 你要我投给你所支持的候选人吗 那请你改善你对我的关系 我们就请下面一位观众朋友 我们不也这样向候选人要求吗 你照顾到我的利益 我投票给你 因此我们向男性选民的说法也是 你照顾我 我可以支持你的候选人 请你改善你对我的关系 台北的徐先生 徐先生你好 有话直说 徐先生 喂 请说 喂 您好 您好 喂 请说 您好 我姓石 我住台北 首先我想要说的是 我自己也是生活在一个暴力的家庭之中 我自己妈妈呢 经常也是被我爸爸打得七七八六 那我也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但是我非常反对 何教授您这种说法 我不太赞同说 他那个 我妈妈如果是说对政治冷漠 就是因为 因为他家里的男人所控制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 我没这么说 我希望何教授能够考虑到 每个人的个人的差异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个样子 至少我以后不会这样子 是 那我也很赞同说 那个目前的那个 目前呢 我也很希望是说 优秀的女人呢 能够在社会上能够表现出 他自己优秀的一面 来照顾所有的社会 所以说我想请问 其他三位立委 我希望 不知道您觉得说 女性政党的成立呢 目前在这个 社会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您对这方面 也没有什么意见或看法 就单一的女性的政党 对 好的 非常谢谢事先您的问题 待会哪一位要回答 我们是这个稍微休息片刻 但是在这个下一段 如果开始了 我们开始马上 刚刚临时决定 做一个语音的调查 就是各位 赞不赞成 目前的这个 三个政党的 省市长的这个候选人 用一位 这个副手是 必须是女性的 那么认为是这个 应该是要赞成的话 请选一 那么认为这个 是不需要的 请选二 那么认为无所谓的 就请选三 我们的语音电话是 412 后面四个一 那么听到电传 视讯900 播警之号呢 以后 你可以选123 我们在节目 下个节目一开始呢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以用我们的语音 表达您的看法 但是同时 我们继续欢迎观众 028941371 女性在这次的 这个选举里面 是不是能够 真正的当家做主 我们稍微休息片课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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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百景 然后做您的选择 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以用我们的语音 来做一些参考 是一个立即的数字的参考 接着下面一位观众朋友 之前刚才谈到的 就是女性的政党 是两位哪一位 我先说一下 这个到底可不可以 组一个妇女党 或者我个人的态度 我觉得说在民主的 一个社会当中 组成政党的 有它的要件 而且事实上 也是个人的自由 基本上来说 我并不反对 但是组成政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成宗旨 还是要从效益 跟它的绩效来评估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也觉得是否可以 也慎重的考虑一下 假如不能达到 它的一个创党的宗旨的话 那么光是成立一个政党 顶多只是一个泡沫政党 是非常可惜的 真的 刘文言回答 好 政党是以透过选举 来夺取政权的政治团体 那我们政治如果是 界定是男女两性的话 我反对一个单性的政党 我反对男性的单性政党 我也反对女性的政党 是 它必须要是男女同性的 对 我就希望未来的政治 是一个阴阳调和 两性和谐的政治 好的 谢谢 刘文言的发言 事实上政党是透过选举来执政的 它一般一个政党 它是要争取执政 在一个争取执政的话 我们现在也在反对说 单性的像男性来说 当市长 当副市长 同样的 我想我们女性 尽量争取在一个政党里面 它必须重视女性的一个地位 重视女性的一个能够共同执政 而不是说单单的一性的话 全部是男性 我不赞成 同时全部是女性的话 可能也有弊端 这点也不行了 何教授 刚刚您看提了一个观念 但是连续包括女性的选民 或者是一般的男性观众 都会有相当强烈的一种反弹的意见 您个人的看法这是 我觉得这个反对的意见 事实上是因为大家 其实并不太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 比方像这个女性政党的事情 我是觉得如果有人要组的话 就让他组啦 要是我的话 我还觉得想要组一个女人国呢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国家认同的不确定性 我一定要有这个自由维持 即使是我们哪一年举行了公投 决定说国家认同 我们决定要认同什么什么 一个国号了以后 大家日后还可以再改变新意啊 新的世代起来又还可以再改啊 而且同时即使是在公投决定了以后 我们还要容许不同的意见 急需存在 那才叫民主嘛 要不然的话我们投票是干嘛 投票选出独裁来吗 因此如果说哪一年 我们决定要只选总统了 哪个人得了票百分之八十几了 在那个之后 当然还会有人可以提不同的国家认同 可以提不同的国家组织方式 这个不同的意见存在 就是民主的真谛 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家庭里面不同的意见存在 也是一个家庭里面民主 真正的意义所在 如果家里面的男人不准女人投票 按他自己的意见来投的话 我觉得这也明显地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的意见 连在投票间里面自己进行的行为 都要受这么大的压力 这非常不公平的作为 到底女性的选民在今年年底 是不是真的能够出头天 我们继续欢迎观众朋友 电话02-894-137 台北的郭小姐 郭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郭小姐 郭小姐请说 喂对不起 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是想替何教授报屈一下 因为我是觉得说 何教授他刚提出来的一点 都是替女人讲话 可是很多反而是女性的人在反驳他 那我是觉得说 我是在建议他可以出来 明年度他可以出来选立委 他可以实际上去做那一些政策 替我们修法 去替我们立法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实际上 对我们女人有帮助的地方 那第二点 就是对于那个副市长选举 说一定要选女性来做一个代表 我是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性 因为通常对我们来讲的 我是觉得说 像市长或者是副市长 这种他们 他们的好像职权 都是在那种被动被执行的地位 他们只是去执行动作 一个人物而已 你实际上真的要去发现一个问题 要去监督他的执行的话 还是立委 他有这个投票权 他有这个权利 所以我觉得说我宁可选他们 来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不会希望他们来当一个副市长 您的意思就是如果当副市长 他既然没有什么效果 有时候还在某种程度 变成一个花瓶的这种感觉 我们继续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 表达您对这个问题的 继续表达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现在正在做语音调查 您认为是绝对需要 请选一 您觉得不需要副市长 或者副市长请选二 或者是第三 无所谓 我们的语音电话412 后面411个播900几 欢迎观众朋友 在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内 继续来播表达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点三位都有话要说 我觉得刚好 刚刚那个 他刚好前后有点矛盾 不过当然他可能 他的认知是认为立委方面 可能也许用监督的方法 比较能够实现 对在立法委员 我们用立法的方法 确实我们立法上 有很大的权利 这一点我确实是觉得 我们可以发挥 可如果在执政方面来说 我们确实 我们面临到的 如果这个执政的人 他如果来个识问虚答 他根本就不理你 他做他 他那一套 他脸皮厚的话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实际上 我们女性当副市长 绝对不是一个花瓶 绝对不是花瓶 而是实际上 我们要有实际的执政 您觉得会有效果的 一定有效果的 我是认为最理想是 正副首长两性兼备 未必女性要驱击副首长 只是在这一次 无可耐用没有选择一地 我们就是聊胜于无 而且我也要补充说明 是这一次 不论是省长或者市长 事实上他的编制上 都是有两位的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目前已经提名的 都是男性 你说在两个副市长当中 而不用女性 我也觉得实在是 有点跟我们所努力 提倡的这个女人 要出头天是不太一样的 何况我也同样的认为说 事实上 今天的这个民选的市长之后 那么在行政权方面 多一位女性来关怀 基本上来说 是绝对应该要努力的 我们继续欢迎 下面的一位观众朋友 02894137桃园 叶先生 叶先生你好 有话直说 叶先生 请说 你好 我是一个高中生 不好意思 插题一下 我有一个希望 就是说 投票权 可不可以降低年龄 我觉得 现在 现在是个 知识爆炸的时代 很多今年朋友都很成熟 听过很多政见发表会 都是一些叫骂的 有人在欢呼 讲到一些平均地权 民生问题 民主问题 都没有人听得懂 而且第二点就是说 我觉得 身为一个高中生 因为现在的高中 跟以前的高中不一样 像以前都是男女分校 男女的界限分层开 而现在呢 就是说 算是融合了 所以我对以后 男女病假齐齐的 远景很看好 好的 非常谢谢叶同学 讲得非常好 跟很多政治人物 将来一个省吃 这么成熟的 当然都听到 对 因为基本上 男女平权 我想年龄降到18岁 我们会继续去 可以啊 这要休息一下 同时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使用我们的语音 表达您的看法 我们只有二十几分钟 要做这个语音调查 我们有三位女性的立法委员 都在场 可以马上他们做一些研究 做一些过去的参考 当然不是绝对精确 但是欢迎 还剩下二十几分钟 台北曾小姐 曾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曾小姐 曾小姐 请说 我是想要请问一下 那位何教授是吧 是 第一个就是说 他所提到的这一些 属于很弱势团体的人 到底他知道 有多少百分底 是属于这种群的人 因为就我个人的了解 我的朋友周围 都没有这种情况 反而就是说 我们在家里头 讲的那个点 在家里早就已经出头天了 而且这种比例 在我的朋友当中 相当的多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所谓的女性出头天 的定义是什么 我相信应该是 就是说争取我们女性 应该被重视的一些权利 不管从事教育啦 法律啦 整个社会的舆论各方面 我们尽量能够争取 更输出这个政府 能够做得快一点 把这些做 就是刚刚讲的 何教授所对很多弱势团体 他们这种状况 都需要法律的制定 需要教育的普及 需要很多经费上的支持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真正选一个 对这些方面能够落实的 能够有效率去做的人 而不是很偏激的说 先生投的票我就不选他 这样反而就是说 表示我们的自觉性不够 那女性的自觉性不够 当然很可能就会被 变成这个弱势团体 好的 这个问题我想请教 何教授所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 不管弱势团体有多小 即使它是只有 非常非常小的少数 我们也要照顾它的权益 所以不用问这种 百分比的问题 说因为我们大多数人 都过得很好 少数人过得不好 没关系不管它了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不用问 他认为这大部分在女性 如果都是的话那很好 不过 这个以我 从我以前在法院工作的经验 和现在我在当民意代表 我经常我的办公室 会有人来求助的情况来说 这个比例确实不低 相当的高 相当的高 我承认 因为在我们这样子的群众 像刚刚我想从您的说话 谈吐里 我可以判断 您是高知识分子 可是事实上您是幸运的 而大部分的很多 尤其中低阶级的妇女 是生活在这样恐怖之中 那个数字我有 可是我今天一下子也没有办法 能够拿出来 因为我今天放在家里 确实有这么回事 还有第二个问题 触头天 我不要听什么太大的理论 说这个要改 那个要改 我今天只讲了一个很小的提议 我说一个女人 可以利用投票的机会 在投票间里面 投下他自己想要的那一票 而在外面放话 告诉他男人说 你不对我好 我就不会支持你的候选人 只是这么小小的 一点的自主的能力 大家都觉得不可能 办不到了 那还谈什么大的数头天 这么小的一点点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 在女人身上 实现他自主的能力 这还谈什么大的呢 我们再多听一下 这几位观众朋友的意见 台北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有话直说 林先生 林先生请说 喂 你好请说 是你好 四位女士您好 我想建议一下 在这个谈论的议题中 不要有那个 那个党籍 那个参查 是 那我想问 那个四位女士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在公司 里面的报纸 从来就没有看过 那个我们公司的小姐去看过 而且我们总经理 曾经讲过 就是说女性 鼓励她们去看报纸 她们就是不看 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 请四位 所以你说女生 很少 她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那个何教授 何教授一个问题 那个据我所知 家里没有订报纸 很少 那为什么何教授要说 那个女性 没有机会去看报纸 好的 我是觉得她们不想去看 好的 谢谢 所以我请何教授 她讲话要顾问 谢谢林先生 我们继续再听 下面一位观众朋友 台北的廖小姐 廖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廖小姐 廖小姐 你好 我非常支持选那个副手 是由女性来扇认的 为什么 那这四位呢 我都会选 可是除了红委员 我不会选红委员当副手 谢谢 理由是什么呢 是 是因为我觉得红委员 他是当民意代表最长 那我这时候想知道说 红委员在这个民意代表之中 问女性争取过什么权力 好 这红委员可以答复一下 或者是 当然跟我们这个整个话题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你还是可以答复 答复之前我们稍微休息片刻 我们现在还剩下 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了 我欢迎继续观众朋友 使用我们的语音 表达您的看法 在刚刚将近10分钟的时间里面 因为有绝对需要 这个省长 需要有这个女性来出任 副省长或者副市长的 有5441次的电话 认为不需要的有2391次 认为无所谓的有2673次 我们继续欢迎观众朋友 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 上广告的时间 您可以继续用语音 表达您的看法 随后我们还是欢迎 02-894-137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语音 412后面4个1 表达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02-894-137 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 是针对红委员 您可以稍微答复一下 好 刚才台北的要求问说 到底有红冬贵 为妇女争取的什么权益 我想我分成几点来说 第一个我担任民意代表 如何能够让女性从政 不是花瓶 而是非常专任 非常理性的 我想在这一方面 各位可以去看看 我从担任民意代表到现在 我什么时候曾经不理性 什么时候曾经没有专业 什么时候曾经没有全情的 在异常问证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因为我本身是个教育博士 我比较偏重在教育跟文化方面 我觉得教育文化方面 可做的事情很多 而且是扎根的工作 因此除了在教育文会 担任赵杰文等职责之外 事实上我自己也参与了很多 有关教育方面的一个建言 包括主持电视节目 包括出书主持等等 我想这是一个广义的社会教育 第三个在女性的议题上 我个人比较偏重说 内外兼修可能是更重要的 就内来说怎么样提升一个女性 自己的尊严跟强化自己的能力 就对外来说 我们如何来辅助弱势团体 女性弱势团体 因此各位可以去检视 在立法院里头 所有女性的问题 假如我不是提案人 至少也都是连署人 而且非常能够把这个发言表达出来 所以我想我最后要让各位了解是 如果你只是认为说 我不是作秀 我不是上街头 而这样来评估一个名义代表的话 我想也许你可以从真正问证的方式来了解 我们今天主要谈的这个话题 还是锁定这个女性在这次的候选 所以我想我基本上是非常关心 我们希望不要再锁定个人来谈话题 不然您的时间 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马上还不够了 这点你看有一位刚才的一位李莺先生提出来 就是女性基本上不看报纸的 您觉得她这个评论 我先提一句 我认识太多的女人 她们想要看报纸 但是先生说 不必有这么样的花费吗 我在办公室都看过了 所以家里就不自己再另外订份报纸 刚才那位女性讲说 家里好像都有订报纸 绝对不是正确的 不不 那你谈的是两群的妇女 你的题目并没有对 或许是这样子 有报纸 但是有报纸不看 我们想来想一想 报纸上登了些什么样的东西 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在我们的报纸上面 最前面的重要的那个第一叠报纸里面 所登载的很多的话题 事实上只是跟权力的集中相关 希望比方说政党要夺取政权啦 或者发表什么样的政见啦 在这里面女人的议题 很少能够上的这些版面 如果上得了的话 一定讲什么样的病 又开始流行了 请大家做妈妈的小心之类的 只有这一类的事情 跟女人切身比较相关的事情 偶尔上得了前面的版面 其他的谈这些权力集中 要求大家意见要相同 所以你认为这女性 你要跟我一样 要有同样的国家认同 不准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对于女人来讲 我们对于权力集中 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我们希望能够关注到 我们的需要 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我们日常切实生活的问题 而不是要打一些高空 去谈一些很大的政见 很大的理念 或者比较空泛的说 你说我们整个是生活在 男人的一个架构里面 男人的政治 男人的观点 来看一些事情 不是从女性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 刘伟 我基本上非常感谢 何教授一直站在 女性里面讲话 不过我想我要提出 一点观点 一个女人 她有两重的身份 一个是人 一个是女人 不要过问矮化自己 只是一个女人 我很早就知道 先是人 再做女人 所以有很多事情 跟性别有关 有些事情跟性别无关 跟人有关的话 我觉得作为一个 真正的女性 是对人的问题 跟女人的问题 要同时关系 很多女人到目前 只能做女人 不能做人 因为她没有最基本的 肯定有些人只是这样 有很多人是这样 我们认识 你看看刚才 刚才那位护士讲的 送到医院来 被打的这些女性 她是有过人权 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还是一个少数 我们再连续 多听一下几个观众朋友 听一下观众朋友 电话也进来封了 台北的樊小姐 樊小姐你好 樊小姐请说 樊小姐请说 你好 我想请问 三位立委 因为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整个选男性候选人 不过 我是非常希望说 你们三位都是 各个党派的出名 那我是希望说 有没有可能说 在现在男性候选人 一直在这种 犯政治化 都没有估计到 那个福利 还有女性权益的问题 那你们各个党派的 女性候选人 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 去推动 有关社会福利 跟女性权益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说 超越党派 好的 这点我们刚才 其实也谈过了 但非常谢谢樊小姐 您电话 下面也是 就是卢州的立先生 立先生你好 有话直说 请说 喂 你好 大家好 请说 据我所知 那个 李小姐 她是女性解放运动的 企乎是 拜托者一样 我想请问一下 其他三位 当她有 劳逸之灾的时候 你们三位 有没有伸援过 是 我们今天主要 谈的这个话题 如果 立先生您可以在讲 是 请说 立先生 因为 因为她是你 从 撇开政治不谈的话 是 她是你 现解放运动的带头走 无论如何 他们三位 对这位先 带头走 有什么感想 好的 谢谢立先生您的电话 我们继续来下面一位台北 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有话直说 林小姐 好 请说 五位好 尤其洪委员好 因为我曾经担任过洪委员的助理 那在这边呢 进入主题之前 我要先说 洪委员是一位非常认真的立法委员 那如果要说是遗憾的话 因为现在的媒体对于这么认真立法委员 并不加以报道 您的问题 那再来我有一个响应跟一个问题 第一个响应是 我认为妇女出头天呢 最重要的还是要鼓励妇女的政治参与 那如果我们只是期许男性候选人提出妇幼政策的话 我觉得女性还是只是被保障的族群 那很遗憾的是这次省市长选举没有女性候选人 那我希望在未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可以看到省市长候选人提出内阁名单 那在内阁名单中 我想除了省市长 副市长或副省长之外 希望能够拔除优秀女性来担任重要的职务 那具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妇女保障名额 那客观来说 我觉得妇女保障名额制度的设计 应该是对我国女性政治参与是有贡献的 可是我认为妇女保障名额呢 是有必要继续但必须被修正的 那有没有可能被修正为各党 在民意代表提名时 女性候选人不能低于某一个比例 例如罗威 林小姐对不起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林小姐我们大概知道您几个问题 待会我们连续听了几位观众朋友 各位针对哪几点你想回答请回答 非常谢谢林小姐您的问题 板桥的苏先生是不是 苏先生你好 苏先生 喂 你好起说 各位好 我想请教这个四位来宾 那个现在的社会上 原本男与女之间的权力与义务 原本就不同 分配上原本就不同 那要怎样的环境才能符合 现在女性所谓的男女平权呢 是 要怎样的环境 好的 那如果说有一天女性真的出头天了 会不会造成说男性也要就要出头天 那到时候女性愿意让男性来出头天吗 好的 谢谢苏先生您的这个电话 我们再接最后一位的观众朋友 同时我们语音带马上就要截止了 欢迎再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 来抢这个语音表达您的看法 永和的许小姐 许小姐你好 请说许小姐 你好 请说 是这样子 我是一个台湾省选民 可是我觉得 当然我们这次来看 没有任何女性候选人 可以是让我们选的 可是我觉得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一点 如果今天有任何 不管是省长或市长候选人 她今天有一个不良的婚姻 所谓的不良并不是指离婚 而是比如说 OK 重婚 或者是说在她 所谓她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错误 不过我觉得都是不可原谅 因为她连她自己的原配 她都不能够忠实 都不能够说尊重的话 她怎么去尊重别的女性 好的 谢谢 OK 还有另外一点 对不起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 我们现在是不是刚才 连续好几位观众朋友 各位都可以来针对回答一下 哪位开始 刘文言先开始 我针对妇女保障名额来讲 当初利益非常好 因为女性确实是绝对的弱者 但是提升到某个程度 现在也变成一个障碍 因为很多政党的提名人 她认为说女性的保障名额 事实上是等于她最高当选额 因此造成女性跟女性之间的 一个很大的竞争 那么是一个陷阱 那么我觉得 因为男女的不平等是人为的 所以需要人为来纠正 我认为要提升一个 积极的优惠的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来纠正 我提议是不是说消极的最低当选额 而是说应该完成一个法律 是每一次选举递增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四十两性相对平整为止 谢谢刘委员 刚刚有人提到了说 我们是不是监督我们的政党的政见 妇女方面的政见 妇女方面的政见 事实上这一点 我自己看了我们的政党的政见 和我平常看我们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我发现她确实是在注重女性的权益 这是就那一点回答 同样的有关父权 事实上我们长期是在一个父权的社会之下 事实上现在目前女权慢慢慢慢的所谓开始提升 可提升到目前的状况 我必须诚实的说 现在拼命有达到两性真正的平等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希望求得两性的真正的一个平等 而女性大部分的女性 事实上有相当多数是在一个被欺凌 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状况也是事实 我们有必要帮助她 谢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最后一分多钟 对不起 我觉得民主政治 其实最后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人都可以在一个公平的机会之下得到很好的发展 在这个时候是不论性别的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说 假如真的民主政治落实的时候 而居然女人因为出头天了 所以造成男人的一个不方便 我想这点不用这样的考量 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 第二个就是有关妇女保障名 我个人也觉得说哪怕宪法所规定的这个名额 它事实上不是一个最低的 而应该是说至少应该这样子 而且随着时代的一个改变 教育程度的提升等等应该要相对的把这个名额能够再增加 甚至于最后不要名额都是真正凭自己的能力来当选 好的 谢谢洪委员 比较简单的对女人出头天的定义就是 让女人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人 也意思就是说 不但说你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差异 我认为女人和女人之间也有差异 有人要做同性恋 你就应该让他做同性恋 而且支持他做同性恋 有人想要单身他就单身 有人想要结婚就结婚 有人要生小孩就生 有人不要生就不要生 让人做自己的主人 这个是最重要出头天的意思 因为因此所以女人的出头天 绝对不会压抑男人 好的 我们现在刚刚做了一个语音调查 最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数字 是在这个绝对需要方面 您能不能过来一点 谢谢您 在绝对需要方面 是有7444次的电话 因为不需要 省市长或者是需要副手的 用女性的是3469次的电话 因为无所谓的 是3453次的电话 我们TVBS联合报系大选大家谈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今天压倒性的女性的 选民打电话进来就表示 我们很多的女性的观众朋友 还是高度关切这个话题 我们希望以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之内 还有机会继续来针对 这个女性所关切的话题 来邀请所有来宾跟所有的观众朋友 继续探讨 我们明天还是从9点钟到9点40 2100全民开讲 我们还在寻找题目 会找到您最关切的话题 明天再为您宣布 最好还是女性的题目 2100明天是9点钟开始 同时是下礼拜三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系列性的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TVBS联合报系的话题 从9点40的选举万岁 大家千万还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好 谢谢各位 明天9点钟再见 再见 谢谢 欢迎订阅